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le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A跟B F连续 我将它积分 然后再微分就是等于自己 那大F 微分是等于小F 所以这个微分的结果如果是integrable的话 那你再将它积分就得回自己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微分是积分的逆 积分也是微分的逆 那这个逆呢是不算是绝对的逆 事实上是差了一点点 比如说这里就不是自己 而是一个有一个差异在那边的 是等于FB减FA不完全就是F 那但是大致上可以这样子说 那我们不定积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它就是用不定积分的讲法来说 它就是一个逆了 好 差了一个常数 对不对 那但是这样子积很好积 对不对 那所以今天呢我首先呢就是要给一些例子给大家 然后我们再继续下去这个所谓的积分理论 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们开始呢就是注重 我们之前呢大致上都是在说F是可积 但是呢这个积分是多少 那现在呢我们呢开始越来越注意了 就是之前我们有这个Daboost定理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方面呢做得更完整 那所以我们是考虑一些例子 那那我就集中一点 那在理论来说就是这个积分了以后再维分等于自己呢 我们当然有一些所谓的应用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一个一个狮子 那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狮子 一个一个函数 1加3t平方的更号 那这个函数是连续的 这个不难看得见 因为都是正的东西 然后更号了以后就是 所以是well defined而且是连续的 那这个要积出来 应该蛮不容易的 应该蛮不容易的 应该还是有一些方法 但是是蛮麻烦的 可是如果我们目的只是要求它的微分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积 我们就利用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 就是认定这个是一个连续函数 那我就可以围出去 那这个就是围到就是说等于当点的值 因为这个函数是一个连续函数 当然这个条件还是要check的 这个条件还是要check 那更复杂的 这个我想我不多讲了 同样的一个函数 那如果我譬如说这里是x 这里是3x这样子 那我就将它切成两个函数 事实上它是等于什么 d dx 这个是x平方到0 再加0到3x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1加3t平方 dt 然后就是各自去微分 那这个怎么为呢 当然就是要用到我们微分的chain rule 先对这个u来为 然后呢再对x来为 那我先抵 所以就是说这个积分我看成是3x u等于3x 但成是3x的函数 对u来为就是等于1加3的u 就是3x平方 然后在对u的x 你最后是对x来为分的 乘3 就是利用这个chain rule 连锁率 我就可以做得很完整 好 另外一边 x平方到0 我可以看成就是负的0到x平方 这个积分呢 你的顺序到变 就是说改变了 我们是定义了 就是说是等于 事实上这个是非负的数 相当于我们就是从b到0 我们有一个定义的 就是你从就是b到a的ftxdx 如果x可积的话呢 就是等于负的a到bfxdx 这个是定义来的 原来我们都是考虑a到b 那有时候我们因为 我们想弄一个方向 那我就考虑就b到a 有一些方向的问题 那这个b到a 你可以看成就是说 你的delta xi呢 是就是相反的方向 所以事实上呢 就是原来的那个 原来的f的整个积分的一个负号 就是这个意思 那从这里看的话呢 所以这个是负的0到x平方的积分 那你然后再为 就是会是一个 先对这个u等于x平方来为 所以这次呢 这个负号在微分的角度 我们当然知道它是减 然后就是对这个 u等于x平方来为 所以是1加3平方 x平方 然后再chain rule du du dx 是这样的 那这样子就是答案了 似乎也不能简化 是这样的 那在学理上 当然比较有趣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b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b部分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考量 比如说要做这个 要做这个 如果在我们之前的方法来说呢 都已经非常困难了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做 做x 做x平方 x三方已经很勉强了 那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就一下子就可以做 x的n方 那那个理论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当然要check的 check是check什么 如果我是严谨的话呢 按照我的定理呢 是这个af呢 是要是integrable 如果你的af呢 很糟糕 不是integrable的话 事实上当然呢 这个integrable是最起码的条件 因为你这个东西 要写得出来 要有定义 就是要可计才有定义 你不可计就没有定义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小的条件 是最基本的条件 你大概也不能再弱了 所以这个定理就漂亮 现在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形式就是漂亮 因为你的条件就是 已经是最宽的了 你不能再宽 那只要你这个积分是ok 所以这个af呢 如果是前面所说的 derate的函数 它有没有积分 这个积分当然不能写不出来 这个积分根本就没有定义 更不能用这个公式来写 是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比如说xn 我就知道它是连续函数 我就令xn是等于xn fx呢 是等于xn方 那它是 无论n是什么呢 这个n我们当然是正整数了 是连续的 在01上面它一定是连续的 所以而且呢 因为它连续 所以它当然是integrable 连续函数就是那么好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定理 就是利用我们的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事实上是第二的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那我看到一个事情就是 它是某一个函数的维分 这个是臭的 原来事实上我们是在臭的 臭到刚好你这个函数的维分呢 刚好就是等于n加1 我想我不写那么多了 大家应该知道它就是等于xn方 那你也可以说它是 当然这里加一个常数也是OK的 这个是最简单 加常数没有用 因为你减了以后呢 这常数就消掉 所以呢 你也可以做这个事情 但是没有多大意义而已 那当我知道就是说 这个函数是维分了以后呢 等于这个的话呢 对于x在r里边事实上都要对 那所以我就知道就是 我的01xn方 就是会等于我的x的n加1 除以n加1 从0到1 那弄出来就是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字 就是n加1分之1 所以n可以是123456 任何的正整数 然后你看就光这个 已经是有很高的价值了 我找到这个面积 你想一想 那个是多少个函数的面积 我们还不止这样子 所以这个维分出来的革命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还可以弄得更复杂 复杂一点的函数 譬如说你 我一样可以有一个x平方加1的n方 这个是一个复杂一点的函数 我也是01 事实上这个01都大概无所谓的 如果任何ab是复杂一点 但是还是可以算得出来 那 你的想法会是怎么样子呢 事实上也是凑的 这些我们的积分技巧 是帮忙我们去凑东西 你就是用一个代入法 这个是等于u 然后就来凑出来 就是凑出一个答案出来 那事实上 这个代入法 这个基本上就是chain rule 你要看清楚这个原理 那你看看我们x平方 我事实上是可以这样子看的 就是n加1 然后呢 两倍的n加1 我考虑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维分 对x维分 是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这个n加1 下面是 下面根本就是常数 对不对 所以我这里可以简化了 这个是常数来的 跟x无关 我是对x维分 这个n就是一个常数 所以将这个n加1拉下来 就是这个东西 n方再乘以chain rule2x 所以就是等于我的x的x平方加1 n方 那而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所谓的积分项 那它是当然是一个 也是一个连续函数 这个n是正整数 continuous on r 或者是on 0 1 那因此也是integrable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 这个second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这些慢慢我们也不写的了 就是你这个01 就是等于 等于x平方加1 那个n加1 除以两个n加1 那从0到1 那个定理就这样子说 只要你有办法找到 它那个所谓的原函数 那这个 那你的函数是不坏的 那就原函数基本上是可计的 那我找到原函数的话 我就可以找到这个定计分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将 所以是等于2的n加1 除以减掉 带0进去那是1的n加1次方 那这个就是答案 那我们怎么找到原函数呢 我们有一些技巧 那你看看就是 这个技巧原来就是一个代入法 我刚才就讲掉了 这个代入法事实上就是 要帮忙我们做chain rule的 微分的时候就是chain rule 到积分的时候事实上反过来 就是这个代入法 是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那其他的积分技巧 我找道理也是差不多 我再举一个 就是譬如说我要 我要找这个 找这个积分要有什么技巧 分布 这样分布 分布积分是 分布积分原来是 是对照着微分的技巧是什么 分布积分原来对照着微分的技巧 就是基法则 product rule 对不对 你的那个uv微分就等于uv'再加vu' 那每一个对x来积 那这个围了以后再积 就是等于自己 然后所以u比v的积分就等于uv减掉v比u的积分 是不是 所以product rule是微分的法规 逆回来就是我们的分布积分 你碰到成绩的话呢 你都要做这个事情 那好 所以所以你事实上当然了 你分布积分是一个法规 你当然有办法的 但是事实上如果简单到现在这个样子 按道理应该是可以猜的 你猜 你用猜的方法 你这个 这个ex不变的嘛 就是你围了以后都是ex 所以如果xex 你对这边来微分 product rule 你对这个ex微分 当然等于这个嘛 就是差在就是说 你对另外一边来微分的时候呢 你就多了一个像 而这个像是上面没有的 是不是 那我给它扣回来啊 你对这个x微分的时候呢 你剩下ex 那这个ex呢 它的积分事实上也是ex 所以如果我扣掉ex的话 我这个围 这里围出来有两项 这里围出来有一项 这一项就cancel了 就抵消掉这里的 我们不需要的那个项 product rule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嘛 所以就是OK啦 我猜得出来了 是不是 这么简单的积分 我是可以猜的 那我们看看 就是 就是 它就是 按照我们刚才的讲法 就是说是等于xex 加ex 对不对 product rule 然后呢 扣掉这个ex 这个微分又是ex 那所以等于xex 就是我们想压的东西 所以你想办法 就是凑成 所以这个是人造的 事实上 说是人造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有一个臭的味道 就是跟你做减法 或者是做除法 你想一想 你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除法 这个常除法 事实上就是一个 乘法的一个逆 那 事实上都是臭的 就是说我们多做了 我们熟练 所以只抽得很顺 那 所以这个是 continuous on 这个 当然是01 所以也是integrable 所以 利用那个 第二维基分 基本定理 这里不写了 就会是等于x-1的ex 给它 那这里 就用这个符号来表达 就是01 从0到1 那就到1的时候是0 那在0的时候是扣掉 是0减去 这个是负的1 0 0 答案是等于1 大家可以check一下 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非常好的数字 所以这个就是微积分基本定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 再继续下去了 这个积分理论的 你可以说是结尾了 就是 我们有办法知道 一个两个函数 FG是可积的 在一个区间的 在一个区间上面 给定了FG是可积的 则 那个KF也是可积的 Integrable and 它的积分 就等于原来F的积分 的K倍 那这个我们在做积分的时候呢 时常用的一个所谓的基本的技巧 是不是 那我们开始就是要关注这个实质的一些关系 那同理呢 那同理呢 就是说F加G也是Integrable and F加G的积分 从A到B dx 就等于F的积分 再加G的积分 它的面积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还有C部分 F乘G也是可积的 但是它的值是什么 就比较复杂了 事实上我们有的 事实上就是这个所谓的Integration Bypass 分布积分 我们有的方法相成 但是先肯定它是可积的 那变成就是说 我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 是有意义的 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就是一个实数值 因为X是可积的 EX当然也是可积的 就是这样 那 证明呢 也已经是所谓的标准的了 虽然呢 还是要写一点东西 但是是 已经是标准的了 是怎么样子呢 这个是要用到Daboost定理的 简单来说 我们的Regular Partition 那就是PN 我要说它可积 事实上就要说 那个所谓的差异 就是KF的PN 是去向0 而且呢 这个定义呢 就是 这个积分呢 事实上就是等于Uppersum 的Limit 是这个样子 这个已经是蛮简单的了 为什么呢 主要是 你只要有一个 简单的一个观察 就知道了 因为这些Uppersum 跟Law Sum 对于任何的Partition P 我们都有呢 你的KF的Uppersum 事实上它是等于什么 是 那个 Supremum 是各自线段的 那个 这个MI呢 我写成就是KF的MI 因为现在有不同的函数 我会这样子写 是怎样子 其中呢 这个 我这样子写吧 这个MI KF呢 就会是等于Supremum 这个KF X X在这个区间来说 Ii 好不好 Ii就是 当然就是XI-1到XI的那个B区间 但是这些Supremum 如果一个函数在这里的Supremum 你乘K倍 乘完K倍的Supremum 跟先取Supremum再乘K 是 是 当然我要小心 我这个K呢 要大于0 嗯哼 好 我的K等于0当然是Obvious的 我要K大于0 我要K大于0 如果K大于0的话呢 我根本就可以给它写出来 就等于K乘以这个Supremum的 原来的Fx 好 X in ii 好 是没差的 但是我的条件呢 是K要大于0 我还是要写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Case1 K要大于0 Case1 K要大于0 好不好 好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我就有呢 是 如果是这样子写的话呢 就相当于就是说 K倍的Mif Delta Xi 从1到n 所以你的partition有n格 好 那所以我的结论是算什么 就是它是等于K的ufp 好 好 当我的K大于0的时候呢 是这个样子 你的upper sum 就相当于你取这个K倍 那同理呢 law sum呢 我这里我不写了 就是 就是 这个law sum 就会是等于 小mi的Kf Delta Xi 而这个K呢 是可以拉出来的 没有差异 所以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小K的小Mif Delta Xi的一个核 这个核呢 就是我们的K倍的 K倍的law sum 有这样子一个认知 其实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很多了 我就还记得我们这个所谓的草写的pn 就是所谓的the end of regular partition 好 那所以 这个limit呢 是 我先要 我先要说服 就是说 第一句话 这个Kf呢 实际上也是可积的 所以 所以 我要考量去说 这个Kf的 这个 所谓的 Oxalation 对于pn来说 好 那它就是upper sum 减弱 sum 好 我前面就已经讲过 就是 以前 当然以前 已经讲过就是 这个是草写的 减去Kf的 law sum 好 那就是n去上无穷 那可是利用刚才的那个等式呢 我就知道就是 它是 K倍的 原来的f的upper sum 扣掉K倍的原来的 law sum 好 是这样子 所以 我当然知道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 是等于K倍的 原来f的omega Limit n去上无穷 那 而这个omega 原来f是可积的啊 所以 这个omega 在regular partition的时候 是去上0的 这个double sting里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等于0 K 是K可以拉出来 是K乘0 那当然就是等于0啊 没有什么 所以这个是因为double 这些regular partition 它是可积的 等价于就是 那这个regular partition 当这个annual 越来越大的时候是任意小 所以 Archimedes Riemann定理呢 就说 Kf就是可积 把这个AR 或者是 当然啦 那这个IC inar integration 也就是 也就是 差不多的 就是 kf 就是 integrable 然後它是Integrable 而且呢又回到這個Daboos 它的積分的Limit就是等於 再來一次回到Daboos 它的積分就會是等於它的Upper sum的 對於我的Regular partition的積分 它的Upper sum的Limit 再說一遍 這個積分就等於KF對於這個 炒寫Pn的Upper sum的Limit 把這個Daboos 那但是現在又由於我的這些 比如說這個E吧 利用E它就是等於K乘以Limit的 這個F對Pn的積分 所以是等於K乘以這個01 不是01 是ABFxDx 那 把這個Daboos 所以這個是K大於0的狀況 那K小於0的狀況呢 是 我先做這個 K等於0的狀況 K等於0的狀況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是很簡單的 因為K等於0的時候呢 那個KF的事實上就是等於0 0函數 0函數當然可積 它的積分是等於0 這個是Integrable 這個它連續的嘛 Monotone也是對了 然後KF的積分就是等於 從A到B呢 這等於0 跟K乘以F的積分 當然也一樣啊 你F原來積分無論是什麼 你乘以K以後都是要0嘛 所以這個獅子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第三個小步呢 就是K小於0的狀況 那那個也是類似的 那主要就是說你的Supremum 事實上如果是這個K是小的話呢 我只可以寫成就是說 這個K是等於譬如說 負的C 那你帶進去 那我們也可以得出就是說 這個那這裡子C的我不寫了 這個我要 然後 是等於負的 等於C倍的Lower sum-FP 是這樣子 好 那我想這一點呢 我是看成是這一週的exercise 好 就是 當K是負的時候呢 我可以看成是K是負C 那然後呢 你的C是正的 好 那我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討論呢 是得出這樣子的一個獅子 那當我得出這個獅子 我的這個所謂的Omega呢 當然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的 這個呢 我就看成是一個exercise 大家可以去 大家要去寫一寫 我們這一週的exercise 然後 然後我的這個所謂的KF呢 就沒有什麼差異了 就是這個regular partition 就會是等於什麼 等於我這個Upsum-Rosum 就相當於我的K倍的這個 所謂的Rosum-Rosum 是這樣子 或者是 再簡單一點點 就是 我寫負K吧 這個是 草寫的N 然後這個東西是居上0 而負K是固定的 所以我就得出句說 這樣子KF呢 也是integrable 然後至於它的積分 就沒差了 就是我的積分呢 KF呢 的積分 就會等於 按照我前面所寫的 就是K倍的 我這樣子寫 是Limit的 Upsum F的PN 是KF的FPN 那 因為我前面的這個關係 就是等於Limit的 Law Sum KF 是K倍的Law Sum F的PN 好 那 F是可記的 所以呢 這個Law Sum 還是要去向0 所以 就是等於K乘0 因此呢 再來一次 這個K倍的KF 是等於Upsum的Limit 對於Regular Partition 然後因為前面的關係 如果這個叫2 那就會是 我換起來就是Law Sum的Limit 可是無論是Upsum跟Law Sum 當你的Regular Partition N去上無窮的話呢 都是去到 我的FxDx 從A到B 那乘以K 這個K是個常數可以拉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 定理要得出的關係 那寫出來是有點複雜 那 但是 道理不是那麼難 就是說 你會看到這個Dabuz定理是有多重要 那書上呢 都是用Riemann Sum來寫的 那我是比較喜歡用Regular Partition 這個Partition是非常清楚的 它的那個 這個每一個隔間 Delta Xi 我們都知道是等於B-A除以N 是很清楚的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建立了這個Dabuz 那一個完整的Dabuz 那就用這個Regular Partition 就可以說明這個事情 好 我們先Break 然後再繼續 然後再繼續